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先前有些刺身股或所謂舉牌概念的股份 都繼續由市場上的資金炒作 但是大家一去到所謂業績期 或者見到接下來經濟數據的表現 都可能會一般的話 很難大家會覺得整體上升指數的走勢 會走得比較強一點 等等政策會否繼續落實 即是說很多的供給制改革措施 又或者醞釀的一些國企改革 看看可不可以淹化 譬如說中建財和中財股份 都真的宣布會合併 看看相關的股份會否挑起氣氛 如果不是的話 先前谷到這麼行都是因為深港通 而暫時來說 都要四個月後才見到有些相關的消息再走出來 我想上陣眾指是要有些消息接力 才能走到方向出來 否則可能就會去陰產 所以暫时來看 prehe醒成交後可能會先要好 看看今年有甚麼消息可抄軟 好 再去看廣股成功 剛才那季也和你講過 只是美國加息 elephants 預期升溫 多位聯儲局官員都是傾向鶯牌 投资者其实都很关注这个星期稍后 全国央行总裁联会 看到昨天港股的沽空比率急升之下 加上刚才也说到A股有一个走弱的形势 短期之内是不是都会有调整的压力呢 暂时来看压力会比较大 始终你都知道现在来到深港通过后 其实对于港股的因素上来说 就未必说这么多的一些好消息可以再演化的了 所以暂时来看 但是你会发觉沽空比率那样东西大家要留意 就不是一定是沽空多 就一定会对于港股就看淡多一点 因为很多大户都可以照买货 然后再沽空譬如刑户基金作为对冲去做 所以暂时来看我觉得 以恒指来说我会先看看它会不会真的 试试下去呢 22600这些位置 但是如果你看回昨天的走势上来说 美市其实就见到很多 不知是大户还是资金 就注定了一些蓝筹上去的 今天这70点就刚刚注定了昨天的 最后的分钟里面的点数而已 所以其实你要见到的指数 整体上也是在22900左右 要看一看它肯不肯下跌 如果你说不肯下跌的话 大家就等下一个消息 可能会比较闷一点 直到可能在星期尾 加息方向又或者是 真的见到整体的资金流的状况 或者油价的表现 可以左右到大市的走势 接下来跟Harry说一说 永利澳门节先跟进一下 就是蓝筹股的最新造价 背控偏远跌0.27% 报55元 中移动系偏远跌0.41% 报97.45元 建行、公行、中行都没有升跌 分别报5.79元 公行报4.96元 中行报3.45元 港交所方面是靠 稳升0.11%报189.7元 人秀偏卷跌0.11%报18.54元 入邦保险母升跌48.3元 腾讯控股跌4元 跌幅埃近1%报203.4元 金沙中国母升跌31元 长华偏远跌2元 报97.85元 新同记地产母升跌 报110.1元 九龙仓偏远跌跌1% 报54.3元 中国海外靠稳升5仙 报26.9元 华润置地偏远跌5仙 报21.8元 三途都要全面向下 中海由跌幅埃近2% 报9.5元 中石由跌幅埃近2% 报5.22元 中石化跌幅1% 报5.54元 昆仑能源偏远跌0.51元 报5.8元 中国神华系偏远跌0.29元 报13.76元 接下来和Harry看一看 1128 永利澳门 见到新赌场 度假村永利皇宫 昨天正式开幕 刺激了股价 跑赢大市 升近4% 去到12.06元 不过见到大汉 德银唱淡 指豪赌股近期的升浪 已经走到尽头 其中 永利澳门和银鱼的下行风险较大 德银报告中指 豪赌股在7月初至今 升超过两成 已经过分反映了 次季中场的博彩收入 按年回升 以及预期第四季的整体博彩收入 转跌为升的因素 未来也会有一个较大的下行风险 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看 我看八月的博彩收入 又不是这么差 所以就算看淡也好 我会把八月的博彩数字 9月1日就会发布的数字 所以暂时来看 看位置买 我觉得1200是近期的高位 近期的低位 跌下来一个半的位置 刚刚回到12元 可能还有五毫子、六毫子都薄的 看看你喜不喜欢 但是1200的波动性会大了 而且它没有头上的光环 你本身有个新墙开了 大家实际地真的去数 你究竟有多少人头走进来 所以暂时来看 要大家明白 反正1200就没有了收息的光环 第二个光环 所以我会觉得大家的目标价 我之前都推过的 我看到14.5元 但是可能我都要discount一些 因为我都没有预料它完全不派息 然后其实如果大家开始实际地 先前炒冲警 由6元多炒上去12元就是一个新墙 如果新墙开的话 大家很实际地究竟看 有没有多些人入到这个赌场当中 又或者跟预期的落差大不大 所以暂时来看 所以我想会比较 钱都会流入 我明天的德银 会特别不写一只1928 因为1928有6厘米 它有一个光环 27号又没有这些 所谓撑着股价的走势表现 所以暂时来看 我想大家如果怕 或者本身觉得 豪赌股升了很多 会不会酝酿了一个大跌 但我又想买豪赌股 哪一只安全一些 你找1928 那27号或者128来说 就个别看豪赌赌收 还有整体的新墙表现 会是怎样打算的 好啊 看到刚才说到的1928金沙中国 今天 金早其实是高开1.5% 但很快现在又跌下来 暂时股价是偏远的 跌在0.161% 报30.9毫半 如果真的想部署下 在什么价位可以部署呢 1928下回30元 跌到大概1元 大概6.5厘左右 其实都会有一个吸引力 都可以拼连来做新墙 虽然价格了一点 但至少炒新墙之前 开幕的憧憬是挺好炒的 你可以拼连这些因素 好 谢谢Harry 最后再和大家跟随豪赌股的最新组价 银河娱乐偏远跌五仙 跌幅0.19% 报26.6 欧博控股靠稳升一仙 升幅0.19% 报5.34 金沙中国跌五仙 跌幅0.16% 报30.9毫半 荣里澳门靠稳升幅1% 报12.14 新豪国际母升跌 报8.43 美国煤中国靠稳升两仙 报11.74 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先和Harry做新报 刚才提及过股份或指数相关资产 有没有持有 没有 感谢你详细的分析 我们先休息一会吧